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杭州市萧山区林浦镇的体育馆 波斯登三红2004年世界杯女子比赛的小组赛 我是挺平凉蔡萌 今天还是和前世界冠军杨颖一块为大家来解说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张一宁罚球 漂亮 张一宁和李嘉威都曾经是北京市的一批运动员 从小练大的 李嘉威现在是新加坡的主力选手 在赛前我们访问了新加坡队的目前的教练石美胜 他介绍说 自他接了新加坡队以后 李嘉威和张一宁曾多次交锋 但是李嘉威还没有取得过胜利 在雅允奥运会女单的比赛当中呢 这个李嘉威在半决赛如果能够胜了朝鲜的选手 他就有和张一宁交锋的机会 所以这种机会也就留到了今天世界杯 漂亮 李嘉威的正手非常脆 正手好像正焦吧 对 正手正焦 反手反焦 张一宁你觉得为什么他要采取这种办法呢 他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他的这个张一宁他整个和这个李嘉威都是比较上风的 因为他从小打过很多次 而李嘉威的打法呢 李嘉威的打法也就是说他既能够体现快攻这种速度 又能够在反手上这个做一些节奏啊旋转的变化 所以他形成了这样一个打法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李嘉威呢 他正手很少摩擦拉 基本是击打 这个应该说难度就比较大了 现在尝试比分8比0 9比0 从球路上来说呢 这个李嘉威有一些这个打不动张一宁 因为张一宁的防守非常严密 李嘉威呢 他主要是靠进攻 这样呢连续进攻呢 这需要很多的步伐和能力 来保证他的命中率 而张一宁在被动之后呢 又能够转为进攻 所以说他比李嘉威的球要更加的这个全面 各位观众 这次的系列杯啊 男女系列杯 同时呢 在一个城市举行 而且又在一个镇举行 这还是第一次 就是在杭州市萧山区的林浦镇 林浦镇呢 是地处乾塘江的南岸 是一座就有千年的古镇 他们也是浙江省百强镇 是全国一般农民健身的先进镇 目前呢 这个镇上看着是非常的漂亮 很干净 这个体育馆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设施也是相当不错的 要在镇里来说 像这样的体育馆已经相当不错了 而且观众和运动员属于近距离的接触 现在2比0 李嘉威呢 对张一宁虽然说他没有胜过啊 在近几年 但是对王楠 对王楠的威胁还是非常大的 对 记得在200年西尼奥运会的时候是 他是先是2比0领先 最后对王楠连堆了三局 我们在这次奥运会的比赛分 看是战胜了王楠 对战胜了王楠 而且取上的非常轻松 现在张一宁以4比1暂时领先 李嘉威发球1比4 漂亮 他张一宁能快能慢 现在他的状态呢 正在还是继续向上 5比2 以前运动员的这个技术状态可能是完全靠训练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乒乓球的比赛非常多 所以我们的主力队员他很多都是靠比赛来恢复自己的技术 擦边了 擦边了 在另一张球台呢 澳大利亚的选手苗苗和史蒂夫正在进行紧张激烈的争夺 现在张一宁在第二局的比赛里7比3暂时领先 运气球8比3 旁边的球台的球呢 过来了 这样的话 裁判员的示意 就要停止比赛 3比9 奥地奥拉起来 他现在看来呢张一宁比李嘉威呢还是要高出一层 张一宁已经把这个和李嘉威打的整个战术给他简化了 简单化 应该发力的时候必然发力 放发球 10比4 这样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就结束了 张一宁是以11比4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你对张一宁的印象怎么样 在队里头 你觉得这个张一宁 一说起张一宁 在你脑子里浮现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非常文静 而且有一定的内涵 因为张一宁平时比较爱学习 爱看一些书 而且训练 主要张一宁的训练非常踏实 这种擦实是来自于长年累月的而不是一个时期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双方第三局的比赛 前两局呢 张一宁是2比0暂时领先 太好了 我看见张一宁今天的球啊 是他这个少有的好状态 对 因为张一宁已经有了两次世界杯冠军的经历 所以他现在从心理上应该对世界杯赛非常有信心 又经过了奥运会的大赛洗礼 我想他现在今天的发挥 也是情理之中的 大赛洗礼 阿里加威这个正手击打速度很快 但是往往这个由于是击打 所以它缺乏摩擦 因此制造弧线的能力相对比较低 所以现在李大威和张维宁比起来 命功率要低一些 3比7 李嘉威现在已经完全是新加坡女队的一号主力 因为奥运会之后老将锦吉红已经彻底退役了 目前正在读书 所以新加坡队的李嘉威 他完全属于一个人挑起这个大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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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柯见张艺宁的防守反击的能力相当强的 现在常位比分6比9 以加为发球 10比6 第二章云宁第三季的比赛就结束了 现在看到给李嘉威指导的是教练石美胜 他现在是新加坡队的主教练 原来是上海队的教练 好 我们来看看第4局 李嘉威发球 在前三板上的李嘉威也不占优势 张艺宁的他控制白短 马上控制的比较好 一笔 阿比较 张忆宁的相持能力 现在看来是 确实很强 他这个比一般运动员要高突一快 非常的协调 而且不仅能够防 还能够控制落点 其实张忆宁的这些技术和实力 跟他的平时训练是分不开的 因为张忆宁的这么多年的训练 我觉得他是所有运动员里面最踏实的一个 就是不论什么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比较困难 或者比较疲劳的时候 但张忆宁总能够兢兢业业的 能够在这个训练场上坚持 所以他的技术比较牢固 也显得每项技术更加扎实 现在强的比分5比3 应该为领先2分 有非常好的机会 没有打到 5比4 这里是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林浦镇提馆 漂亮 打了一回头 比加威相对来说呢 他打左手打得比较好 因为他的反手这条弹斜线球啊 跟左手的时候特别能体现出来 他跟右手呢 他就体现不出来他的落点和角度 所以在球路上也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他和张忆宁同在一个水平线上 那张忆宁的打法肯定要比他全面 除非他发挥的比张忆宁要好得多 才能弥补他的打法不足 因为他的正手 不能够拉弧圈 只能够打 所以就显得更加单调一点 阿里加威在这一局比赛里打得不错 是以11比5取得了胜利 然后你觉得这局主要很愿意 其实他还是用了前几局一样的一个战术 也就是他的正手搏杀 但是前几局的这个命中率没有这局高 如果说整场比赛 他一直李嘉威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命中率 我想他有可能翻回这个局面 但是想保持这种命中率是相当相当难的 现在双方第五局的比赛开始 太好了 现在一比 李嘉威发球 刚才您切发球判断数高了 2比 漂亮 3比 1比3 我觉得李嘉威打这个正交正手 会不会因为他的力量 如果拉弧圈的话 他力量可能不够 因为他的这个启蒙的基础动作 已经注定他只是一个正交的一个动作 因为他这弧圈的动作 他完全他不具备那样的条件 所以这跟一个运动员 他的起点有着很大的关系 现在三平 现在场上比分是4比3 5比4 张一宁呢 他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 他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简朴 比较朴实的一个运动员 所以呢 跟他的打球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他在场上对比分的这个 这个细致啊 比分扣的比较细啊 而且他的球比较严谨 更显得就是各方面 这个想的更细 所以我觉得这个 从生活中就能看到张一宁 他这个性格 他是一个非常 对这个打球啊 非常的这个用心的 一名这样的一个运动员 而且平时生活中 像你说的比较纯朴 对比较纯朴 不讲吃不讲穿 对 而且打球呢也很务实 比较在乎于这个实际的东西 不太喜欢那些 形式上的面上的东西 对 这个对他来讲很重要 所以他的球呢很实在 4比6 漂亮 漂亮 哦 好感觉 啊 姜亦宁刚才这第二反应不错 啊 突然擦了啊 闪了一下 但是很快就接上了 现在张一宁把整个场上的节奏加快了一些 因为一味的防守可能也会导致整场被动 比赛到了赛典4比10 大网同胖 在张一宁是以11比4取得了第五局比赛的胜利 从而以4比1战胜了新加坡队的李家威 好 稍后我们给大家介绍下面的一场比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